以圣知者断尽此烦恼 称为漏警 圣知是知小臣 小臣粗骨断了见乎 见乎是什么 第一个是神界 真正知道 神不是我 神是什么 神是我所有的 像衣服一样 衣服不是我 是我所有的 要把神看作衣服 神的生死 就好像衣服脏了换一件 换个身体 最好是 忘神揭露世界 别再换身体了 换身体就是搞轮回 头也关了 人要真正 神见破了 不会有自私的力 对待一切众生 肯定是平等的 是真正的 你看 头也关了 我 是六道轮回 造则六道轮回的主人 六道轮回 写给你自己造的 自作自受 与 与 与任何一个人 都不相干 几个人把它搞清楚 第二个 边界 我讲边界 讲的简单 讲的浅显 边界 边界就是两边 两边就是对裂 边界破了 没有对裂的 我跟一切人不对裂 我跟一切事不对裂 我跟天地万物不对裂 不对裂就是一体 一体里面 自自然然 那一种慈悲就流出来了 佛教的名字叫慈悲 一般讲的说 爱心 你能爱人 凡是人皆虚爱 这里头没有等差 没有我对这个特别好一点 对那个不一点 没有 平等的 有后波的时候 你还是有分别 有知足 你的烦恼没放下 平等对待一起重置 攻击对待一起重置 自己也谦虚 不能批评 没有必要批评 你说他错了 他是不是真错了 他做对了 我们错 我们错我们误会 我们以为他做错了 其实他没做错 特别是大乘佛法 我们了解的深度不够 所以要学习惯会 先成就自己 再能成就别人 自己没有成就 往往误导别人 那个 那个因果责任 要不要批准 阿尼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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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得了 我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